一杯可乐34块钱 宰客啊德国 我现在呢在德国的第三大城市慕尼黑 我到这里来看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 然后我就发现这有东西卖的真是太贵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欧洲大通胀的 还是因为球赛期间涨价了 像饭店里一杯可乐要去到4.4欧元了 那折合人币就是34块钱了呀 我还到超市里去看了一下 普通的平准可乐也要1.3欧 折合人币是10块钱 一个汉堡25欧 差不多人币接近200块 猪肘子据说原来只要卖12欧的 通胀之后也要涨到了24欧了 连一瓶苏打水都要花上2欧元 反正呢就是随便吃个套餐 恐怕都在国内吃两天了呀 还有交通费那也是冤种价 打车10分钟花了我20欧 坐地铁呢 如果你全包一天的话 也得花上9块多欧元 所以呢我看很多本地人呢 就喜欢骑着自行车通勤 那虽然说德国人 他们是赚欧元花欧元哈 但是我感觉生活开销其实也不低呀 你想嘛 德国平均的工资将近是4000欧元 但他们的税比较的重 扣完税还无险因经历乱七八糟的费用 反正到手之后 恐怕也就是2600欧元左右了 如果说咱们这边月薪3000 点一顿外卖得花上30 一个月交通费得花上300元的话 那你肯定也不算特别的宽裕吧 但是呢德国人好在他们工作比较的轻松 上班时间是全欧洲最短的 有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想上班了 因为福利好啊 上班辛辛苦苦朝九晚五的才拿2000多欧元 那如果不上班在家带孩子的话呢 也能躺着拿1000多 这么算下来好像躺平真的是更有性价比啊 所以说呢就算是工作日 你也会在这里看到满大街的德国人 坐在那非常悠闲的喝啤酒 其实呢德国原来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欧洲下滑的最厉害的国家 工业萎缩出口低迷 去年的它是G7里面唯一负增长的国家 2020年全球宽松 德国物价就开始连续的上涨 再加上欧洲的动乱 食品跟农员的价格飙升 2022年德国的通胀率 创下了7.9%的历史记录 那你说我这次到德国来看一场 欧洲被得花多少钱呢 这里首先叫感谢支付宝了 他们承担了我的包括机票 酒店门票的费用 但是跟我一起来玩的几个朋友就花了不少钱了 首先呢像门票 我看到我的半决赛的门票 官方标价是600欧元 那折合人币就是4000多块钱 但是这种票你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据说去年就已经抢光了 那就只能从黄牛手里买 那这个黄牛手里的票价有多少钱呢 根据我最新了解的情况 就是有一位美国小伙 本来是想看C罗的那个半决赛的比赛的 但因为C罗没有打进半决赛嘛 他就把票给转了 转让价1300欧 那折合人币也就是1万多块钱了 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去看球赛的时候 穿一件球衣的话 又要花上90欧元买件球衣 人币呢差不多是700多块钱 至于机票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透明了 像我们是从深圳往返慕尼黑 那经济舱大概是6到8千 商务舱就得去到2到3万了 至于我们住的酒店呢 就是这间了 差不多一天是1000多块钱 那这里我说的是人币哈 那再加上其他的马云回国了 先是我网友爆料 说是在杭州的一条隧道里 看到马云坐在一辆丰田考斯特里 随后呢 云国学校公众号也发消息 确认了这个消息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阿里巴巴的股价 一度从下跌近2%到上涨约5% 不过呢 尾盘又跌回去了 那为什么马云回国这个事情 会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其实说白了 很简单 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这个事儿其实代表着民营企业的信心 舆论对于马云的态度有一个分水岭 就是在2020年的外滩金融峰会 在那之后呢 其实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 甚至网上还一度有一群人 制造了一股逆流 把这个针对的目标 扩大到了所有的民营企业 所以呢 我们才会看到 就连马斯克这个外国人 他在做访谈节目的时候 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他问马云在哪 然后呢 全世界都在寻找马老师的行踪 比如说呢 一会儿发现他在西班牙坐游艇 一会儿呢 又去了荷兰 日本还有泰国等等 多个农业研究机构 考察农业和渔业技术 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马云跟泰国首富 政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明的两度会面 更是引爆了后者的股价 两天就涨了500% 然后在2月份的时候呢 又有人爆料说 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拍到了马老师 那现在这回马老师的回国 除了不少人心中所关注的 那个象征意义之外 他也紧贴潮流 谈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 比如说呢 他说这个Chat GPT技术 已经对教育带来了挑战 但这只是AI时代的开始 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虽然说咱们人的体力和脑力 比不过机器 但是机器只有心 而人有心 他还说了 这个工业时代是知识驱动的 是知识的竞争 而数字时代则是智慧驱动 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 是领导力 担当力和责任的竞争 是独立思考的竞争 听到这话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 那个熟悉的人 确实是回来了呀 其实在这之前 种种迹象也在显示 舆论所关注的孽势 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2月初 刘强东在孩子出生之后呢 就火速回国了 还有广东中山 在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呢 市委书记是全程站立讲话 并且在现场 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 随后呢 杭州安徽富阳 还有五湖 以及湖南诸州 等等地方的党政一把手 纷纷请企业家吃早餐 吃得很简单 但是谈的内容 非常的硬核 不得不说的就是 这些年民营企业 确实是过得不容易 口罩三年咱就不说了 还时不时会冒出 一些不利的言论 打击他们的信心 不过呢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理解 正因为这几年的整体环境 让全国上下能够统一认识 民营企业的重要性 是无法被替代的 当然了 直到今天 那句没有马云的时代 只有时代的马云 依然还是正确的 马云之所以能够成为马云 正是因为他更能够 顺应时代的趋势 而不是相反 悲观的人 永远可以收获到理性的掌声 但是最终能够有所收获的人 还是乐观的人啊 或许呢 我们还是更乐于 见到这样的场景 那就是任何人的出国也好 回国也好 都只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它不会引发舆论的关注 登上所谓的热搜 就像我们吃饭和睡觉一样 简单而又纯粹 今年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稍不留神 可能就会让你血本无归 牛伞中格都说 他以后再也不敢 重仓一只股票了 咱们今年呢 恐怕一定要把四个字 作为第一原则 哪四个字啊 不要踩雷 这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看到九分钱的A股 ST保利一个月 从一块钱到九分钱 上个月买一百万 这个也只剩九万了 月初的时候呢 曾经的医药白马股 贵州百灵 因为财报被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 就毫无预兆的被ST了 十万散户 闷声吃下了七个跌停 今年还不到五个月呢 已经有七十多家新增ST 二十四家直接被退市 提前锁定了A股 有史以来最大雷年 就连牛伞中格都说 现在不敢再集中仓位了 再看好 仓位也不敢超过百分之二十 生怕突然被ST 牛伞都这么谨慎了 那对我们这些雄伞该怎么办呢 只能在三方面做出应对 仓位 时间和策略 具体怎么说呢 首先在仓位上 哪怕走出牛市啊 仓位都应该避免单调缩哈 可以加大配置ETF的比重 比如说你看好指数 就买指数ETF 看好行业 就买行业ETF 尤其是那些对于公司分析 对于股票的选择 不太擅长的朋友 可以降低一些收益预期 配置一些这种组合标的 那么在时间上呢 盯紧一年四次财报发布的时间 绝大多数的雷都会抱在财报的第二天 所以呢 得盯紧手中公司的财报预告 财报发布的当天就不要大幅加仓了 甚至减掉一些以防万一 这里呢有个小知识提醒一下大家啊 财报实际的发布时间 并不是预告的那个时间 而是预告时间前一个交易日的晚上 比如说预告时间是4月30号 那实际的发布时间 就是4月29号的晚上 在策略上呢 加大对于流动性跟趋势的关注 新规之下 A股加速分化呀 以后大概率会跟港股美股一样 出现大面积的仙股 也就是那种不断的阴跌 也没有什么成交量的僵尸股 所以呢就不要再去重仓那些 一千万就能拉上十个点的公司了 因为这种公司万一出什么事 你跑都跑不掉 趋势方面呢 则应该更多的选择顺势而为 也就是买强不买弱 追涨不抄底 而且呢在趋势破坏的时候 及时止损 那那些对于基本面比较挑剔的朋友 干脆就扇翻就剪吧 只做财报最好的公司 今年我们看到财务造假密集曝光 但是你要知道啊 造假的公司 它一般不会把三张表做的无可挑剔 各项指标都做到行业第一吧 就好像考试作弊的学生 可能会超到八九十分 但是呢 他超不到第一名 总之啊 今年避免翻车是第一 而追求多少收益 恐怕只会是一后面的几个零 刘强东的直播手续 我感觉有点尬耶 今天刘强东也开直播了 霸道总裁 变身了林家大叔 教人烤牛排煮玉米 但是呢 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表情 语调也很平淡 因为直播的这位啊 其实是刘强东的分身 一个数字人 可是刘强东明明是名校高材生 之前出来讲话也是滔滔不绝的 干嘛不真人直播呢 要知道在今天四十多分钟的直播手绣里面 是说了不少农产品的 如果经常要直播的话 估计刘强东真没那么多时间 研究这些牛奶鸡蛋什么的 而且自打美国那个事之后 东哥就很少公开露面了 如果真人直播 搞不好会有一部分网友提到那件事呢 如果被追问的话 万一回答的有瑕疵 搞不好又变成公关事件了 而对于这位已经昭告天下的数字东哥 网友们大概率就不会再穷追猛打了 为了活下去 去年出流强东强势回归 大搞低价策略 市场下沉百亿补贴 跟拼多多摆手腕 去年的财报的确有所改善 低价策略略有成效 但股价还是一路下跌 现在的市值只剩下拼多多的四分之一了 可问题是拼多多的营收 只有京东的四分之一 股价之所以这样走 是因为两家公司的增速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去年京东的营收增速是各倍数的 可是拼多多却是90% 除了传统电商的压力之外 现在直播电商更加是来势汹汹啊 最新发布的中国网络视频发展研究报告里面显示 71.2%的受访用户 因为看短视频和直播进行网上购物 超过40%的互联网用户认为 短视频跟直播是他们主要的消费渠道 2023年 12万员工的自业跳动营收8600亿 但是利润高达2000个亿 可是呢62万人的京东 虽然营收达到了10800亿 利润却只有233个亿 人数是人家的5倍 营收也比人家高 但是利润呢 只有人家的九分之一 时代的车轮就这么快速的碾压着 还没有来得及打赢老对手呢 新的更强大的对手又杀过来了 所以呢刘强东如果再不做短视频和直播的话 就等于是放弃掉了一半的潜在市场 而且这个市场还会越来越大 那么为什么非要东哥自己来直播呢 其实京东之前一直在挖大主播 像董宇辉风波的时候 京东就屡屡送出橄榄枝 但没有能够如愿以偿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其他的类似于董宇辉亮节的大V被京东搞定 那既然没有现成的大V就只好东哥自己上了呀 其实呢很多大佬现在都在打造个人IP 像余敏红董明珠什么的早就下场了 360的周红100度的李英红 未来的李斌等等也都直播过了 像李斌的首秀直播观看的人数超过千万 两个小时涨粉了18万 现在呢刘强都也下场了 虽然是数字人 总之呢赶紧把这一梭子打出 印了那么多的钞票居然通缩要来了吗 周二统计局公布的重磅数据啊 三月份CPI涨幅只有0.7% 创了一年以来的新低了 这个CPI反映的是基本生活成本 这个0.7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把CPI控制在3%左右 一般呢 当这个CPI的涨幅超过3% 大家就会担心了 接下来是不是会发生通胀啊 央行就会考虑是否要紧缩货币政策 可是当这个CPI如果低于1.5% 并且维持在这个水平一段时间的话 那又会引发通缩的担忧 从而呢又带来降息等等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预期 但问题就是之前央行明明往市场释放了大量的M2货币啊 可为什么我们还会出现通缩的压力呢 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 要说起来应该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呢说两点 首先呢去年10月份开始 因为疫情之后海外秩序的恢复 那我们的出口是持续在收缩的 出口下降了 可是疫情之后生产又是在恢复的 国内商品的供给是增加的 再加上海外国家 他们自己生产商品的成本会比我们高 那结果就是他们通胀 咱们通缩 其次呢我们也看到 一季度的存款又增加了15.39万亿 比去年多增长了4.54万亿 现在大家确实是不那么愿意投资和消费了 因为对未来的预期不那么好 那么通缩到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人可能会觉得通胀的时候 我的钱的购买力是下降的 那我肯定不乐意呀 但通缩的时候 我的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了 或者说能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了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其实啊通胀跟通缩对普通来说都不是好事 尤其是对于高负债的人来说 通缩远远比通胀来的可怕 因为这个通缩呢 指的是流通中的货币越来越少 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手里缺钱了 不愿意花钱了 企业也不愿意投资了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整个经济的增速都会停滞下来 它对于经济整体都是不好的 并且呢 钱的购买力是增加了 但是大家的收入减少了呀 失业率也会增加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今年包子卖一块钱一个 但是呢 明年只卖八毛 后年只卖六毛 意味着我只要月晚消费 我就能够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包子 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 包子铺不就只能解散员工关门打击了吗 把包子换成车子房子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那么通缩的时候 到底损失最大的是谁呢 不是富人 也不是穷人 而是那些负债最多的中产阶层 因为多数中产的家庭财富是负债呀 他们往往背了一堆的房贷 车贷等等 在通缩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看到资产的价格缩水 收入下滑 以及失业率大幅的攀升 但是呢 负债是不会变的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假如你买了一套600万的房子 你的首付200万算是净资产 贷款400万